有没见过有些车开着开着车轮就自己掉了 那就是它的车轮轴承坏了 车轮轴承可能是汽车上最重要的零件之一的 如果它坏了的话 汽车开着开着轮子就自己掉了 你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车上 好在更换车轮轴承还是非常简单方便的 今天我就拿我老爸的这台路虎发现3做一个演示 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自己更换车轮轴承 那在今天视频中 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听声音鉴别 你的车轮轴承有没有问题 如果怀疑有问题的话 怎么去快速检查 确定你是否需要更换车轮轴承 当然最重要的 我会从头到尾演示 如何自己在家一步步的去更换整个车轮轴承 那么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在开中之前呢 首先我先来讲讲 如何去发现你的车轮轴承有没有问题 平时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听到某一个车轮 发出嗡嗡嗡的那种声音 非常像开灶的声音 如果你没有新换过不一样的轮胎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是车轮轴承损坏了 车轮轴承损坏后的噪音是非常接近 越野车泥地胎的那种胎噪的声音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噪音是跟车速成正比的 车速慢的时候 噪音的频率会比较低 像是比较低沉的嗡嗡嗡的声音 速度一起来呢 它会觉得速度音频会嗡嗡一直上来 这和发动机变速箱的噪音区别还是很大的 发动机的噪音和车速不是成线性的 但是车轮上的问题发出的噪音 就应该是和车速成正比的 那如果你耳朵不好或者骑车隔音特别好 你听不见的话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车没有那么紧致的 方向盘比以前飘了 那这也是车轮轴承损坏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你有这些现象 基本上就可以把问题集中到车轮轴承上 回家以后就可以对车轮轴承做一个快速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也相当简单 只需要用千斤顶把车先架起来 落到安全支架上 并把千斤顶拿走 然后到你感觉发出噪音的那个轮子这边 我们两个手一左右搭着轮子上 稍微去晃动一下轮子 感受一下有没有松动 能不能听到嘎哒嘎哒的声音 如果掰完发现有空洞有松动的话 这时候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转向拉杆的球头可能有磨损 另一个就是今天的车轮轴承有问题 那怎么分别是转向还是车轮轴承呢 我们把手倒一上一下 这样搭着再摇一下 也能发出一样奇怪的噪音 那我就可以确定这就是车轮轴承的问题 如果上下搭的没有松动 也没有噪音的话 那才可能是转向拉杆的问题 那这里很明显 我这里不管手搭在哪个角度 发出的噪音和它的松动程度都是一样的 我就可以确定这个轮的车轮轴承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需要拆任何东西 就可以轻松的确定问题 为了做对比我再到另一边的前轮来演示一下 我一样把手搭在左右 我这里就感觉不到有任何移动 然后我再搭到上下 再去掰的话 非常紧致 一点点移动都没有 一点点噪音也没有 这就是好的车轮轴承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再去转这个轮子的时候 你应该是听不到任何奇怪的噪音的 而像这个坏的轴承 你在转的时候 应该是可能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的 但这个不会很明显 我们一会拆下来 再听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区别了 那前几天我就像这样摸了一下 然后我就验证了 这个车的车轮轴承是要换的 所以我就订了配件 那我订的呢 这个是副厂的 并不是路虎原厂的 路虎这个车的轴承呢 不需要压进去 它是连着整个车轮的hub一起卖的 轴承就是在这中间 不过呢 这个配件不是太贵 一共是六七十澳元 就可以买这一个总承 另外呢 它还会给你一个车轴的大罗帽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次性的 待会儿拆的时候就会拆爆掉 一会儿你会看到 所以它还会给你一个新的 那我爸这个车呢 现在是25万公里 我不确定他以前 有没有换过这个车轮轴承 但是我这次买副厂的 一个是因为价钱的原因 另外呢 是我网上快速查了一下 发现路虎这几年的车 车轮轴承都挺容易坏的 都说原厂的配件质量 还不如副厂的好 所以我想也没想 就直接买了副厂的轴承 那现在零件都到了 所以今天我就可以给它换掉了 这里第一步 我就需要先把车轮给拆除 那拆除以后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要换的整个hub的总承 就在这个里面 这就是我刚才说 那个大的车轴的螺帽 那为了要够到车轮轴承 我需要先把刹车和车轴 都要拆除 才能把今天要换的 车轮轴承给拆出来 那其实刚才在车架起来之前呢 你先把这个螺帽松掉 会比较容易 因为那个时候轮胎在地上 你去拧这颗螺帽的时候 整个车轮不会一起转 那现在我轮子已经卸掉了 这个螺帽还没有拆 就相对会麻烦一点 这颗螺帽是非常紧的 这颗大螺帽呢 这边会不会砸下去一个缺口 这是为了防止车轴开着开着松掉 那为了要拆这个螺帽呢 我先要把这个砸进去的这一头 给稍微挑出来一点 这里我就想办法用小的一字螺丝刀 稍微给它挑一下 稍微给它喷点油 确保好拆一点 防止它卡死 然后就可以上套筒拆了 那这里我用这个家常杆 因为这颗螺帽是非常非常紧的 另外呢 我现在去转它 刹车盘不是会转吗 你可以找个人踩着刹车 然后你在这边松 或者呢 像我刚才说的 你把轮子装回去 落到地上 先拆这个再把车架起来 我这边只有一个人 我也懒得把车放下来了 我就在刹车盘上卡根棍子 然后再试着把车轴这颗螺帽给松开 好 一旦松动了以后 接着就换普通的扳手 把它一点点转出来就行了 好 这样车轴就拆完了 这个时候可以把车轴轻轻的捅一下 让它从轴承里面给退出去 这样到我拆轴承的时候会好拆一些 然后呢就可以开始拆刹车了 到刹车背面来 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刹车的卡钳 由上下两个大螺栓给固定 那我先把这两个大螺栓给卸掉 现在整个卡钳就可以摘下来了 我把它先撇到悬挂的上面 注意不要把卡钳掉在刹车管上 一定找个位置搁置 千万不要扯到刹车管 再回到外侧来 来拆刹车碟 那大部分车呢只要把卡钳摘掉以后 刹车碟自己就可以掉下来了 但是这辆车呢 上面是有颗线位的螺丝的 我把这颗螺丝卸了 整个刹车盘就也能拿下来了 那好了 现在就可以清漆的够到 今天要换的这个车轮轴承了 现在我用手去掰它 还是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嘎哒嘎哒的声音的 看来这个坏了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到侧面来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Hub的总成是靠四颗螺栓 固定到汽车的悬挂阳角上的 这个来对比一下新的车轮轴承就可以看出来了 四个点上有四颗螺栓 把整个总成固定到阳角上 那我现在只需要把这四颗螺栓拆一下 整个车轮轴承就可以拆下来了 由于空间限制的问题 我发现这边用扁扳手 比套筒更方便 这样就不会碰到车轴的万象节了 好 那现在整个车轮轴承就可以拖出来了 这样就把旧的给拆下来了 现在我把新旧两个轴承放在一起做个对比 轴承的下面这侧呢 是连着车身悬挂上的 而轴承的上面这半呢 是连在车轮上的 那其实在行驶的时候 所有横向纵向前后左右的力都会施加在里面这个轴承上 如果这个轴承彻底爆了以后 连着车轮的上面这部分就和下面连着车身的这部分会拖开来 所以车轮就会飞掉 这是为什么发现轴承坏了以后要及时更换的原因 那先看旧的这个轴承 如果我去捏着下面这半去转轮子这侧的话 转的时候它是非常卡的 而且能听到刷刷的这种噪音摩擦的声音 这就是坏的轴承很明显的一个表象 那再看好的这个轴承 一样我去拿着下面去转上面的时候是非常顺滑的 而且听不到任何噪音也没有任何间隙 转的时候整个阻尼也是非常小的 那我们一样做一个对比 转新的轴承就非常顺滑 转老的轴承它就非常卡 甚至它会连着下面一起转 就说明轴承之间摩擦力阻力是非常大的 那我也观察了一下发现轴承的内侧呢 它这里可能是会慢慢的进灰尘的 像这个轴承这边已经被灰尘全部卡死了 可能就是进入了灰尘或者泥土什么的固体的颗粒 进到轴承里面慢慢的轴承开始磨损 就把里面的钢珠都越磨越小了 一段时间以后里面就有间隙了 所以它现在就可以动了 而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以后 它里面受力就非常集中 你就会越磨越快 然后就离爆料不远了 那除了轴承本身以外呢 还有这个新的罗帽 刚才也说过这个是锁车轴用的 那由于这个车是四驱的车型 所以前轮也有这个传动轴 如果是两驱的车型的话 在飞驱动轴上中间就没有这个传动轴 也就没有这个罗帽了 但其他的部分应该都是类似的 没有任何区别 刚才说过我爸这个车呢 它整个轴承是和hub一体的 它是一整个总承 整个一起更换就行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有些车呢 是没有办法单独拆下来的 而是和车悬挂的仰角是连成一体的 那如果是那样的情况呢 我之前自己也在我的宝马E30上换过 当时换的是E30的后轮 操作方法其实和换悬挂的胶套一模一样 只是压的不是胶套而是轴承了而已 但是一样自己在家也都是可以弄的 那虽然和我今天要换的这个轴承的安装方法 没有任何关系 但今天正好换到轴承了 我就想顺便提一句 以防止有些人好奇 不一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操作 那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去把新的轴承安装到车上去了 整个hub和车上仰角连接的部分是没有油气的 因为它要保证精度 为了防止它以后嗅死拆不下来 我要在上面上一点铜纸 或者也有人叫铜油防卡计 那它里面呢 整个接触面上稍微抹一层 这样以后铁就算生锈了 它也不会卡死 就算以后再要换的话 拆起来会比较简单 那除了这个接触面以外呢 整个里面内圈我也给它涂上 这个不需要涂得特别厚 但是尽量保证 所有接触面上都有薄薄的一层 那除了整个仰角上以外呢 还有就里面这个车轴 那现在车轴是松的荡在这边 大伙装到轴承里面去 它是会跟轴承内侧卡在一起的 它是连到车轮上的 所以在车轴的尺上也稍微来一点 也可以确保 以后就算再要拆的时候 车轴不会抽不出来 我把它里里歪歪一圈 车轴上也都抹一遍 那好了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多了也没用 这样我就可以把整个轴承给套上了 车轴的尺卡到轴承里的尺上 然后另一侧也对上 仰角上螺栓的孔位 给它顶到底 之后把仰角上后面 四颗螺栓都顶到螺纹里就可以了 这四颗螺栓呢我查了一下都是115牛米 那我把扭矩扳手稍微调一下 调到115牛米 然后陆续给它上顶就行了 那整个车轮轴成像这样就固定上了 那再到外侧来 把传动轴的这个螺帽也拧回去 注意这个是用新的 它套件里给的螺帽 这个螺帽是一次性的 这里我只需要暂时先大概拧到底就行了 现在只需要确保把车轴抽出来做到位 因为接下来你再去转的话 整个轮就会转了 所以等待会儿 刹车盘什么都装完了以后 再来锁这个螺帽 接着装刹车盘之前呢 同样也是给它上点这个铜纸 在中间这个环上都抹一遍 可以确保以后拆刹车盘的时候不会卡住 另外整个表面也可以给它再抹一遍 也可以确保以后刹车盘 不会和整个hub给嗅死 拆不下来 好这样就行了 直接把刹车盘套上就行了 下面这颗线位螺丝也不要忘记给它套上 这颗只是线位螺丝而已 不是很重要 我现在就给它拧到底就完事了 也不需要太讲究扭矩 这颗螺丝就算不装 也对车没有任何影响的 接着到侧面来装刹车卡钳 这也没什么可以多说的 按人位套回去就行了 把后面两颗大螺栓也套回去 那这台车设计时候 丧心病床的 这两颗固定卡钳的螺栓扭矩设在了275牛米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拧起来会非常累 我先把扭矩扳手调一下 一般车卡钳不需要拧这么紧的 都在90牛米到100多牛米之间 但这辆车比较特殊 要275牛米 所以如果你是其他车的话 不要参考我这边的数据 你如果拧到200多牛米 你肯定把你的卡钳螺栓给拧断了 这边我就提一句 那如果你实在拧不到这么紧的话 你可以在刚才装螺纹的时候 上面先来点螺纹胶 中强度的蓝色的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拼命拧 你用最大的力气 最长的杠杆去拧 可能也就只能拧到200牛米最多了 所以275牛米是非常难拧的 不过我这边也尝试拧一下 万一我力气够大呢 好了我这里搞定了 刹车也装上了 不要忘记刚才拆的时候 上面是喷过油的 那刹车上是不可以粘油的 所以现在呢 我用刹车清洁剂喷一下 把刚才的油渍手印都给它去除 那不要忘记 锁车轴的这个大的螺栓还没有拧紧 那现在会和刚才碰到一样的情况 就是我现在去转它的话 它整个车轴是会转的 是没有办法锁紧的 这里呢有几种方法 最简单的呢 就是把车轮拿过来 然后把车轮中间的这个装饰盖给拆除 找个棍子从后面捅一下就行了 这样呢把车轮装上 把车落到地上以后 地面的摩擦就可以让车轴锁紧 确保它不转 然后通过这个洞里把中间这颗大的车轴的螺栓给拧紧就行了 但是这里呢 我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晰一点 我还是拿个棍子去把刹车盘给卡住 来确保它不会乱转 那这辆车上这颗螺栓呢 是要上到230牛米 也是非常大的 这里我也用扭矩扳手去给它上紧 好了 这样我的车轴就锁紧到位了 不要忘记中间缺口这边是个卡槽 我要把整个螺帽这个边给砸下去一点 以确保以后自己不会松掉 这里我可以拿一个大的一字螺丝刀去顶在这边 再用锤子去拍一下就行了 这样它螺帽这个边就卡在这个槽里了 以后行驶震动的时候就不会把螺帽给抖松掉 那换车轮轴承的整个工程就全部做完了 我也可以把车轮给重新装回去 并把车重新落回地上 车回到地上以后呢 就可以把车轮重新上紧的 这辆车呢是要上到140牛米 我把扭矩扳手调一下 那我以为这个都是常识 但是很多人还在下面问 上车轮的时候要以五角星的方式来上 也就是12345或者12345 总之对角线的去上 我先用扭矩扳手把它们全部上紧上到位 然后呢大家在我以前视频里看到 我经常还会兜一圈 这是为了再检查一遍 万一自己哪个螺丝忘记了 我会像这样 一个个的逆时针的再转一遍 或者顺时针转一遍都一样 反正换一种方式 不要再用五角星的方式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遗漏 你可能感觉这个可能有点不可思议 就五个螺丝怎么会遗漏 但有的时候你要做四个轮的活 哪个轮很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这样弄两遍的是比较保险 尤其是这个车才五个顶 如果是六个顶的车 八个顶的车 你是不是更容易忘记 总之我觉得上紧和检查 用两种方式去做 相对来说不容易遗漏 比较保险 那这样子我就全部弄完了 轴承是非常重的 和刹车盘什么的都一样 换下来你也不用马上丢掉 你可以攒一波 然后去收废铁的地方去卖了 东西多的话还可以卖几十块钱的 像这台车的轴承左右都是一样的 所以像我换了一边以后 我会担心另外一边也会坏 我可以再买一个 作为备用零件就放在车上 如果要跑长途 路上突然爆了 可以看到换整个轴承 也不是特别难的 半个小时在路边 也是可以快速修复的 至少可以防止车开着开着 轮子突然飞掉这种情况 那么轴承换完以后 一般情况来说 你是不需要再去做四轮定位的 因为四轮定位做的是悬挂 轴承不是悬挂的一部分 所以只是换轴承 四轮定位是不会坏掉的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在轴承坏了以后 去做过四轮定位 那做了四轮定位可能是不准的 因为那样的话 是在轴承坏的情况下做的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换完轴承以后 最好还去做一下四轮定位 以防止悬挂或者轮胎 产生其他的磨损 那正常情况下 你在轴承坏之前 做过四轮定位的话 那现在应该是不需要 再去做一次四轮定位的 这边提一句 以防止有些人有这样的疑惑 轴承换完以后 你现在再出去开车的时候 应该会感到的变化 就是之前那种嗡嗡嗡 像胎噪一样的声音就没有了 或者说至少减轻了 另外就是开几天以后 你会发现油耗也会降低 轴承坏的程度 有可能这个变化不是那么明显 那好了 今天分享了 如何更换车轮轴承的 整个流程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在视频下方 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那希望如果你遇到类似情况 以后也知道 自己在家如何解决 那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